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美国财长叶伦说 美国的经济是渴望实现软着陆的 这是不是也代表美国在这一波的升息循环 是已经暂时宣告结束了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美元暂停升势 那么接下来黄金的价格是不是就会往上涨呢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富豪 也开始来收藏艺术品 甚至也出现了有所谓艺术品 还能够IPO这样的情况 另外在中国大陆 现在经济的隐忧非常的大 那么习近平现在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 他开始担心了 很多的外资撤离之外 包括留学生跟观光客来到中国的一个情况 都在大幅的减少 另外在景气灯号的部分 在过去大家都形容说 在蓝灯的时候买股票 红灯的时候要卖股票 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次却出现了 明明在蓝灯亮起之前 却已经上涨了两千五百点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猫腻呢 以及台股的部分 在今天小涨了四点 不过在排名上有一些 明明公司还在亏钱 但是这股价却可以上涨 这些无稽质谈的个股 那么背后又是什么原因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台经院六所所长吴梦道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微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永明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微良 我们看到美国财长叶伦说 美国的经济要实现软着陆 这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在这一波的升息循环 已经几乎是宣告了结束 是 其实就短短的过去 这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想市场讨论焦点 从到底还会再升息 现在是到底几月份会降息 事实上对于明年联准会 会采取降息动作 已经成为市场最新的共识了 其实如果看美国 现在经济的表现 我觉得又让联准会 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因为我们先来看 关心一整年的通膨问题 10月份的PCE 个人消费支出 年增速度放缓到3% 而且你对照这个图形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差不多是创下 两年多来的新低了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通膨的确 已经越来越远去了 这个议题 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可是取而代之的是 美国的经济也在减速当中 因为对联准会来讲 或说对全世界的央行 其实都一样 它最主要就是控制 两个任务在手上 一个就是要让物价稳定 另外一个是让经济平稳成长 可是它通常会是形成 悄悄板的效应 所以通膨下去了 我们前面以前也提到 这有可能是必须要靠经济减速 所换得的代价 甚至如果要让通膨降到 连续会长期目标2%以下 势必可能就是要产生衰退 我们看美国过去引以为傲的 就是就业市场的强劲任性 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了 上周美国的蓄领失业金的人数 也已经持续攀高来到两年来的新高 所以我就说通膨降温 这个是经济期待的利多 可是同时就业的部分 也就是说代表美国现在的劳动市场 其实已经开始转趋疲软了 没有像过去那么好了 对 所以这两件事情 当然你说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当中 最好的情况 就是失业率不要大幅度的攀高 可是物价还能够持续下滑 是有机会可是难度非常高 这就是在考验连准会 他接下来每一个动作 其实拿捏的分寸 11月份到时候就可以看看 最新的失业率 是不是会冲上4% 这是目前经济学家所关心的 所以我们讲到 对于明年的利率的预测来看的话 基本上因为现在利率是 5.25%到5%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形就知道 这边左边的代表就是 会出现降息的几率 加总期来其实已经逼近8成 但目前最高的预测 会是在5月份的时候降息一码 这个几率已经来到大概47.2 对 接近一半的看法 会认为明年5月会降息 对 当然市场上也有人认为 最快3月就会降息 不过基本上 现在华尔街的共识是认为 至少在明年的上半年以前 应该会看到一码的空间 往下调降 降息对于整个市场 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影响 因为股债商品原料 包括黄金 其实都是以利率当作定锚的 道明证券就认为 明年的金价有可能推高到 2100美元以上 对照现在的金价 因为来到2000美元 市场上其实 大家就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了 首先如果我们来看 如果最近家里有长辈的 真的可以考虑翻箱倒柜 那个保险箱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以前婚嫁的时候 拿到了金条金饰甚至金块 变现吗 因为很多人就跑到营楼去 问价钱之后赶快卖一卖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营法族 真的是看了几十年就知道 只要这个国际金价 来到2000美元以上 通常它不会占太久 就会下去 这是长期金价的国际天花板 所以接下来要再涨的话怎么办 机会很少 我觉得机会不是说没有 但是真的比较难 第一个刚才讲到 2000美元就是历史上的天花板 那包括我几个阿姨 以前就是看到2000 就会觉得会更高 因为通常外资机构 就会喊2500 3000 跟各位讲 以前黄金被喊过 十万美元都出现过 这种目标价 所以阿姨们就会有期待 结果没卖之后 一等又等好几年 摆头法又多了好几根 所以这次大家就赶快去卖了 如果你一次拿个五公斤去卖的话 差不多就可以变现千万云了 千万 可是外资机构又说有机会再涨更高 首先我们要讲 如果要来到2000亿 大家也不要太冲动 其实大概是5% 这个潜在的幅度 你也不要想象说有多高 但我觉得影响金价 大概有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通膨 它是抗通膨的工具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 目前应该是对黄金比较不利的 那再来就是关于比如说避险或战乱 那现在来看这个因素还是有 可是力道有点被比特币瓜分掉了 但是对黄金最直接影响了两个力量 这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美元 直接就是悄悄板效益 美元只要弱 黄金就是涨 那美元弱不弱就跟 明年会不会降息有关 对 这个利差如果持续的收敛 那当然美元就弱 黄金就至少支撑的力道 甚至进步推升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来自于 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 那如果以美国来看 它的外汇储备里面 黄金占比是高达69% 德国占68% 那印度跟中国 现在是买黄金买的 最积极的两个新兴国家 印度现在黄金储备 只占大概8% 而中国更少占4% 如果拉高到10%的话 估计还要买近3000万吨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庞大的潜在买盘 那另外还有现在 其实全世界的富豪 在资产配置当中 也非常喜欢去买艺术品 那估计现在已经达到 2.2兆美元 还会进一步再成长到 逼近3兆美元 那为什么要买艺术品 第一个它有独特性 很多有名的艺术品化作 其实全世界就只有 那么一份 一件而已 对 那这一件被你收走之后 这就等于是 未来你除了有面子之外 可能也会赚到很多很多的 银子 另外这边也看到 其实年轻收藏家 特别喜欢购买艺术品 为什么 因为艺术品要大幅度的增值 通常是在创作者 艺术家往生以后 所以年老的富豪 你不一定活得比他久 所以年轻人 我从现在就开始收藏 我就跟你拼 看是你先走还我先走 将来增值的空间才会大 所以你看 如果从1995年到2022年 过去这个二十几年期间 其实零化的涨幅 不说还不知道 大概每年平均可以涨12.6% 对照同期间 美股标普的涨幅是只有9% 而且涨得比美股还多 所以其实有名的画作 其实它非常的保值之外 抗跌而且还能够长期稳定上 这就是因为供给非常有限 就是筹码的观点 但是它的一个增值潜力是很大的 如果以台湾来讲 甚至买艺术品是可以结税的 因为它是按照你的成本来认列的 所以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的收藏家 都在全世界拍卖会当中 去收购一些艺术品 刚刚威良也有提到 美国财长叶伦说 美国经济接下来有机会 可以软着陆 其实他在这一次也有特别提到 他说美国应该要减少在供应链上 对中国大陆的过度的依赖 所以在过去大家都说 为了要去风险 会有这个中国加一 现在甚至是中国加恩 要让这个替代的国家 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那特别他点名 像这个清洁能源的部分 就是有点过度依赖中国 那进一步来看就是 比如说太阳能 美国在发展太阳能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的这个 中上游的原材料 都是跟这个中国购买 但是中国因为他往往 就是因为有点达到垄断的作用 所以其实价格握在他手上 形成了比较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那这个部分当然 其实又反映出 现在全世界都在走向 所谓的中国加恩的供应链分散策略 那当然近期 其实中国也举办了所谓的 国际供应链的促进博览会 当然是希望能够 这个不管是挽留很多的外商投资 甚至换回更多的外商企业 愿意来加大最中国的投资 不过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 事实上所谓的FDI 就是外商的直接投资 持续大量的减少 而且这些外商企业 不但是离开之外 那值得留意的是 有点连根要拔起 因为我们除了看到 很多外商移出之外 比如说现在如果苹果 它的生产策略 更着重在印度或越南 或其他新兴国家的话 请问像中国本土的苹果供应链 利逊 或者像顺宇光学这些 红色供应链 它会不会跟着也迁徙移动 也会 除非你就不要苹果订单 可是中国的订单 就没有那么多那么补 所以只好也跟着去做移动 往东南亚 往北美墨西哥等等去做移动 所以其实中国算是 这个面临不但是外商的移出 还有本土企业也在出走 除此之外 还有人才的减少 还有包括现在到中国的一些 留学生跟游客都大幅减少 所以它的内需 自己本身消费紧缩之外 当然你也没办法靠 很多的观光客来促进 来带动当地的消费 所以现在面临这种 算是内忧外患夹急的困境 让当然现在目前中国的领导当局 是忧心忡忡 那怎么办呢 坏消息这么多 有的时候不如就不闻 不问不说不讲 所以其实最近中国的中金公司 就很大的投资银行 其实也收到上级的进口令 要求就是说 进口 对 因为他们平常分析师 要写研究报告 你要评述一下 我们的经济的状况 产业的发展的情况 但是要求 不可以有悲观的看法 也就是说你的报告内容 只有可能就是看多买进 或强烈买进 用日欠吃要小心一点 不可以悲观 另外员工也请注意 你的道德标准的原则 这个就算你薪水不错赚得多 低调一点不要穿奢侈品牌 那表示什么呢 即使可能有些行业过得还不错 可是你要想想 14亿人口里面有很多人 可能现在是难以温饱的 所以至少还是要顾及 大家的感受 多数民众的想法 当时讲要共赴 不要现在没有共赴之后 大家反而是共同陷入贫困 所以其实有赚钱的要低调点 看来现在中国还是处于 这种困境当中 刚委长到我们看到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有特别提到 中国现在在供应链的影响力 美国应该要开始来降低 对他们的依赖 从过去可能是中国加一 现在甚至是中国加恩 而另外其实也因为 对中国的经济比较悲观 外资连续四个月 都在抛售入股 这是创纪录的 中国股市现在在3000点附近 在徘徊 不过我们要请教有名哥 在台股的一个部分 在万七震荡 在过去大家会说 从蓝灯景气指标灯号 来观察台股的一个走势 不过在这一次 这个走法好像跟过去 大家印象当中比较不一样 对 没错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在股市里面 常常都听到买在蓝灯 卖在红灯 而且不是第一颗蓝灯的时候 就要进去买 通常都是蓝灯 比如说两三颗之后 那个时候你开始进去 然后隐含的就是说 可能股价还会下跌 指数还会下跌 但是下跌的时间 跟下跌的空间都有限 这个东西背后的含义就是 其实景气对策信号 是股市的领先指标 也就是说 应该是景气对策信号 它的高点先出现 股市的高点才出现 它的低点先出现 股市的低点才出现 这是一般的经验法则 但是各位可以去看 从这张图里面 它的统计时间 从1990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最近 其实都要吻合 只有在今年有例外 我们先来看吻合的部分 1990年资产泡沫的时候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绿色的线 是景气对策信号的分数 然后红色的线 是台湾的一个台股指数 你会发现绿色的低点 其实是比红色的低点 要提早出现 同样的高点你看 这几次的高点都是领先 好 再来看一下 亚洲金融风暴 也是领先落底 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 网路泡沫跟911的恐攻 然后这个地方更明显 绿色的低点 已经提早于红色的低点 先看到 而且幅度还很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金融大海啸 算是比较例外 是同步 中国地方在2015年的时候 同步 然后2020年的时候 新冠疫情是领先 各位可以看这个领先的时间点 也有提前 但是这一次很特殊很特殊 景气对策信号的低点 是在今年的2月才看到 可是股市的低点 在去年的10月就已经见到 我们把它讲成白话文 我先跟各位来讲一下 景气对策信号是什么时候公布 大概就是月底 你月底公布 假设我们这个月叫N 我们的上个月就N-1 我们下个月就N加1 我们在N这个月的时候 到了月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看到N-1的数字 N-1的这个数字 如果数字好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很好 我们就会去追股票 对不对 好 现在重点来了 在N-1的那个月的时候 所有出货的电子厂商 外销怎么订单 有人已经比我们更早知道内勤 所以他知道数字会好的时候 他就一直买股票 买到N那个月的时候 所以N那个月就创新高 所以为什么股价会比 景气对策信号要晚落后一个月 以上是这样的理由 颠倒过来 其实也是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次非常非常的一个特殊 各位可以去看这一次的黄蓝灯 掉到蓝灯的一个时间点 是去年的11月 那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 你眼睛看到的是 灯号已经掉到蓝灯 而且分数已经骤降了 对不对 但是你脑中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不对 股市的低点12629 等我看到蓝灯的时候 已经涨了多少 15 152 涨了2500点 为什么会这么反常 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讲 为什么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们今天再来讲 很多人说可能景气 基本上是没起来 但是资金很好 从M1 B M2可以看得出来 对 所以是资金行情 所以是资金行情领先景气行情 先把台湾的股价的指数给推升 所以这次的例外在历史上 也不要当成是例外 搞不好以后会变成常态 可是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就是拿M1 B-M2代表股市的动能 M1 B是比较流动性的 M2是比较偏定存 这个东西是衡量 这个场内的热钱的效应 在网路泡沫跟911孔工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蓝色的柱状体就是M1 B-M2是负的 也就是股市其实动能一直在流失 结果股价是不是跌 红色的部分就代表标普500指数 其实是跌的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时间 2005到2006的时候地缘恐攻 那个时候伦敦也发生恐攻 各处都发生恐攻 结果你去看蓝色的柱状体 往下的时候 至少指数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是在一个震荡整理 金融大海啸的时候 更明显是往下挫 对不对 欧债危机的时候是整理 各位你发现 从去年10月开始 所有的M1 B-M2 基本上都是负的 而且还有一段负的很多 可是股市却是一直在往上 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热钱效应 去解释这个股市既没有基本面 热钱也没有真的进来 所以不是热钱来推升指数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来把股市 从一万两千点推到一万七千点 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就是三个字叫纯股足 纯股足 各位要知道早期的纯股足 基本上我们父辈那一代的时候 其实是纯中刚跟台硕三保 后来变成台硕四保 慢慢的开始纯金融股 对不对 可是各位金融股 从去年到今年出了几个大事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保单之乱 防疫保单之乱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因为买美债的关系 又造成了美国地方银行性的一个倒闭 矽谷银行等等 所以大家也认为纯金融股不安全的同时 现在有很多的热钱 尤其是纯热钱都没有进来 但是纯股足已经开始在 一直不断的纯ETF 而且它纯的ETF 不管是定时定额扣或者是纯 它都不是纯主题型的 它是纯高收益型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简单的来讲 就是ETF在杠杆个股 因为我们今天买了ETF 就等于给了基金经理人的基金 有了所谓场外的活水 然后他们就拿来去塞股票 因为按照这个比例的关系 塞的股票如果跟全值有关 跟高价股有关 是不是又把指数给杠上去了 所以就是ETF杠杆个股 个股杠杆指数 所以会造成根本没有热钱进来 但是一大批原来在场内的纯股足 就不断的透过纯股的概念 让股市推升 各位这个健康吗 一定不健康 所以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10月的低点 大概是在15975 可是各位看00878 00878的低点比大盘早一天 00929的低点比大盘早三天 高点其实基本上不是同步就提早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所谓场内资金 在推升的行情 所以最后我们来讲台股的重点 下一章的一个部分 来跟各位来报告 就短线的立场来讲 既然叫不健康 所以在上去的时候 各位先不要想马上要到万八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条横线 破了底之后 这个叫假破底 就有可能假穿头 因为它是在走所谓的楔形 就是三角形收敛的一个模式 它下来补了一个缺口 16946到17034 下来再上比较健康 这个礼拜正好又是上来的第五周 就是13 13.35的话 这个地方要震荡整理 回头我们再来去看 什么时候是股市的结束点 这比较重要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前 只要降息 股市基本上都会涨 蓝色的部分是标普500的尺数 只要降息都涨 因为那个年代不是电子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叫金融传产 跟地产的年代 它降息对它来讲是OK的 但是到了电子年代的时候 各位可以去看 从97年之后 只要降息股市都跌 只要降息股市都跌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欧洲最快降息的时间是4月 美国最快降息的时间5月 对 刚刚威廉有提到 可能明年的上半年就是会降息 现在最多人看的是5月份 我觉得通膨高 通膨下来不一定会降息 因为它怕通膨反扑 怕通膨怪兽反扑 但是经济衰退它就会降 所以隐含着4月5月 这样就代表你经济要衰退了 所以也就是说股市既然 已经跟在低点算 高点的话又碰到了衰退的话 我觉得回党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整波走完的时间 大概是4 5月 但是短线的话应该还有空间 因为这个都不是热钱 这个都是在场内里面的死钱 只是乾坤大挪 那如果勇明哥如果要看万八的话 最可能的时间点 最可能的时间应该落在这一区 18 6 19以上 大概是明年的4 5月 但是我怕的就是说 可能创了18 6 19以上的新高 没多远 大概又喊2万的时候 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高点的出现 好 刚刚勇明哥带我们看到的是 在台股的部分 不过我们说到在这一波台股 其实生计股的表现是特别的受到关注 但最主要除了在国内的生计医疗展之外 还有就是中国的肺炎的疫情的推升 我们看到在生计题材的部分 特别请教风露 其实在这一次连喷好几只涨停板 我们说到有一些口罩股 包括恒大还有在康纳乡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公司 这个明明公司还在亏钱 为什么股票还可以一直涨呢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无稽之谈 首先其实这一次的口罩股 大家可以发现 这波指数到17400点 上一波先到的时候 后来才压回 但这一波有没有生计股的事 一点都没有 包括从今年以来 其实生计股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行情 那就代表什么 这个已经整理了几年 两年 2021年之后口罩股是一路跌 2022年大跌 2023年一路跌 跌到最后已经没有人有筹 请看这恒大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个叫做他的股价走势 下面叫做他的成交量 你根本看不到 那你再看康纳香 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 一样 好 那我们先来解释 这两个股票为什么可以冲那么快 这个都没有成交量 所以只要有人锁定筹码 他一路攻击 大家都没有 散户都没有 一般也不会 除非你告诉我说 戴这个口罩你可以变什么 变漂亮 口罩戴得变漂亮 我可能我也会去买 所以他的筹码是比较稳定的 重点在筹码稳定 而且其实他并没有亏钱 恒大是没有亏钱 他前三期还赚五毛钱左右 所以他在这里筹码 所定做一路往上攻 因为指标股 筹码安定 再加上过去他又想像 过去恒大还有到两百块 现在这个还算便宜 一路拉上去 筹码安定 那康纳香又比较特别 康纳香他其实在前两季是亏钱 上半年是亏钱 但他后来处分了一个业外之后 他获利第三季赚五块多 那变全年前三季赚三块九 那他是拉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我有赚钱 我本益比很低 就一路拉上去 好 这是他们上涨的一个逻辑 财报空窗期 筹码提财 资金只要一进注全面拉抬 你想想看 我拉这些股票大家都没有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拉起来 涨20块涨到40块 是一倍 30块涨到40块也有大概三成多 四成 可是我如果拿这个钱再去拉 我刚刚说讲台积电拉得动吗 拉不动 是新KY拉得动吗 拉不动 拉连发科也很有限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整个解释的部分 但这边的操作我还是要提醒 因为它是属于技术面跟题材面 通常你只要看到它是一路攻 手上没有的我真的不建议追 因为已经人家已经涨了 五根涨停再加上启动的这一根 其实涨了六天了 短线涨幅其实超过六成七成 这个是非常高的 我不建议大家去追价 但是如果同样的题材 在做延伸的话 一样 你这些口罩其实是比较没有技术 可是有没有技术的东西 一定有 一定有 那是什么 快筛 那国内现在的法人 点名了两家公司 而现在比较高价的 这个是保龄附警 他本来就有做快筛 COVID-19本来就有 那他现在又有所谓的一个 他的一个新要 这拿百零 这个市场的一个 占有率非常高 而且他是 他做完之后拿到美国去卖 那他去年 他又已经开始慢慢往这方面 大量的一个 找寻他的合作伙伴 所以他并了一家公司 叫振风制药 那明年经过整个产线调整之后 产能听说比今年多30倍 明年开始可能多30倍 那为什么今年数字不好 因为所有的费用都打来今年 那这个就比较特别 都在今年任务 今年的大的一个部分都在这里 所以他股价其实这里 已经站上季线了 好 没有特别强 还是一样盘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标股要涨之前 它会成什么样子 筹码超级安定 所以礼拜一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题材的时候 他直接就攻涨停 攻涨停这很明显 隔日冲下去 这么高 这么高的价格很难 一路推升 所以隔天开高之后就下来 可是这两天在整理之后 他也没有破这个低点 所以你如果把它的长线 的一个成长题材来看 明年可能开始获利 比较多一点 后年可能就大爆发 因为他还有包括中国的药证 还没有最近拿到 那我觉得买这个 你会比较安心的 毕竟他没有涨到太多 比较安心 那另外锐基的话 这个因为价格比较便宜来看 关键点位 价格便宜的40多块 这100多块 那他也是这一半时间 你可以看到都一样 都没有成交量 这都没有人有股票 都是筹码很稳定 那他本来是在做 所谓的生物检测的公司 他本来就有赚钱 而且他其实在COVID-19那一年 他的EBS也超过10块 非常赚钱 也是曾经200多块的股票 200多块现在剩下40几块 30几块 那这个礼拜 其实他也涨了五天 12345 有没有 其实关键就在于说 这些的公司 筹码安定 题材来他就会供 操作的部分 我认为你还是要去买比较有 长线技术能力的公司 他才可能比较有后续 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所以我们讲到无稽之谈的话 就是公司 因为股价的话 会是一个先行指标 他会先反应 所以就算是亏钱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明年 是有转机题材的一些 个股的话 都可以去做留意吗 我觉得这就是 考验你的一个信心 这个操作的技巧 来 其实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10月中开始 就很多陆陆续续 有很多股票起床作帐 他也没怎么赚 其实像我们简单来讲 前一段时间系统也是非常强 对不对 一路的涨 从20块一路涨到多少 涨到60块 去看它的获利一般般 主要还是联电的股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简单来说 这种股票 集团作帐的洋 这我们做一个代表 其实他这一波 前三季亏多少钱 3.4亿 这叫一浪 二浪 他现在组面走第五浪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多头格局的一个股票 但你看他之前一样 都没有成交量 也没有成交价 也没有成交量 就是盘 那筹码题材出现之后 市场资金往这边走 他就一路往上攻 那像这个个股 这边已经有出现过了 两个高峰 我觉得再往上走 是不是很操作 那他会 通常会涨到什么 涨到开始营收出来 获利 有看到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他没有赚钱都可以涨那么多 那有赚钱不是该涨更多 千万不要这样想 有赚钱人家已经下车了 好不好 请记得 那最近有一档股票叫做秦亚 他比较特别 其实他主要代理三星的产品 他主要就是三星的代理商 所以最近传出来说 他要涨价CIS的一个产品 明年要涨幅大概25% 个别股票涨三成 大家就在联想说 那是不是相关CIS的个股 都有机会 前三季一股要亏三块钱 亏三块钱 我不管你 我只要出量 突破这个平台 这一样 筹码很稳定 筹码没有人会买 亏三块你怎么会买 买起来之后来 跳空再往上攻 跳空再往上攻 你有没有发现 只要是这种前面充满安定 他在攻击 他就是一路跳空往上走 但他哪一天跳空往下的时候 你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他只要敢跳空往下 赶快跑 这个是操作上的一个逻辑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 在选股的部分 其实在股市的操作上 大家会看这个景气灯号 台经院公布了 10月份的制造业景气灯号 现在是亮出了第四颗的黄蓝灯 创下了16个月的新高 我们要请教吴所长 目前整体的制造业 有一半以上的厂商看好 看坏的只有一成 所以景气真的那么乐观吗 如果说以个别产业来看的话 最看好的就是半导体 应该说不是乐观 应该说最坏的时刻 最悲观的时刻已经过了 我也不会再有什么 很悲观的一个理由 最差就这样子 最差就这样子 对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实际来看一下 我们自己公布的这份 那个问卷调查 其实它针对的是厂商 对未来半年的一些景气的一个看法 所以你实际看一下 它其实在预测未来景气 当然其实这个讯号我就讲 已经连续四个黄蓝灯 背后代表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说 它看起来跟谷底的这种蓝灯 已经有段距离了 而且最新的数据 基本上已经来到16个月的新高 所以我说它大概离13个绿灯的分数 大概也差不到2分 所以我说它看起来是相对来讲 对厂商来讲 它对未来是比较有比较好的一个乐观的一个预期 那好的预期来自于哪些因素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说我们大概也针对了 这些厂商不同的这些面向 我们来看一下 最主要是经营环境这一块 它经营环境你发现到 它这个月比上个月才多了很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厂商的想法是 我现在看到的是过去 比如说在疫情之后 大家觉得这种不管是在供应链的部分 不管是在物流的部分 它其实整体的环境看起来不太好 现在都在改善 都在改善的情况之下 它当然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如果有需求也跟着上来的时候 这时候景气就跟着来 所以我们意思说 现在看起来是整个需求 目前还没有真正拉起来 所以它在比较低的位阶 原来需求的部分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那个讯号一出来 很多人在想说 目前看起来都从去年到现在 大家都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观点 叫什么 去化库存 到现在我想还有一些产业 还在去化库存 但是只要这一些相关的资讯 慢慢开始说 我库存差不多像很多我们讲 像半导体业 或是像一些 差不多了 对 差不多 看起来明年景气资本出乎 都已经开始先期布局了 所以我说慢慢开始有一些好 那另外很重要一个 我想大概要特别提醒一次 我们自己在看这个景气信号 也会去稍微去看一下 它有比重的分布 什么叫比重的分布 你来看一下 绿灯的分布 大概是这一期里面 成长得最好 就简单来讲说 过去大概绿灯的比重很低 我们个别要讲 红灯跟黄红灯 就是个别产业 它其实绿灯的好的意思是 转好的产业慢慢在变多 它从原本这个 三个月大概7.87 这个月到26.79 增加了快两次 所以我说 因为看起来 看起来 黄红灯的比例还比较居多 但是我就讲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最差的情况 它其实已经慢慢 这个在递减 这个在下降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在下降 所以我说它看起来 已经整体的状况 已经慢慢在好转 那这个好转的时候我就讲 有一些产业 当然就会有很好的机会 蓝灯跟黄蓝灯是在下降 但是绿灯很明显 就增加了 对 所以有一些产业 我讲的 这其实整个变化很明显 所以说很多人来讲 明年是不是真的要那么乐观 我说你就算你不会那么乐观 但是也不要太悲观 因为看起来今年就真的是 最糟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那到底哪些产业比较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去发问卷 回来之后调查一个结果 然后我说这个结果还蛮可信 还蛮高 是因为回卷 大概我们发了一千多份问卷 回卷大概有将近五百份 所以其实可信度还蛮高 就是你发现到最看好的是什么 半导体 百分之百看好 没有看坏的 红色的部分就是看好 百分之百看好 对 蓝色是看坏 普通中间接在中间是普通 就是看法持平 你发现半导体没有一家 回卷没有一家产业是看坏 那当然这个其实背后有很大的是 因为比如说像台积电这些带动的效果 当然资本之后面很多的卫星工厂 也跟着就起来 另外一个更有趣的 除了半导体 他不意外 因为我说有太多的 这种AI应用需求 有太多的这些 纺织耶 69 对 你发现到另外一个是 很压抑 他说纺织这种传统者怎么会这么好 奥运吗 明年 对这是奥运 明年是奥运年是很重要的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很多像很多现在纺织 不像以前做传统纺织 现在都做什么 机能部 这种高阶的 我就讲最实际的case 你发现到什么 你如果去留意最近什么 台湾出现一个问题 年薪 他把墨西哥 就是很大的过去那种做牛仔裤的大厂 把墨西哥厂子整个关掉 但是你有发现到 做机能部的其中有一家像什么 Lululemon 加拿大的 Lululemon像什么 业绩是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说看起来仿制 他们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在 这当然就会带动 他对未来警戒一些预期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是电力 电力其实过去 我讲因为电力其实大家都在讲什么 因为大家需要什么 低碳转型 要绿能转型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这些智织电网 需要很多的这些除能装置 你看今年光上市比如说像云豹 像一些宏德能源 或者像一些其他的这些相关能源 全部都不管是在货头金融 或是在这些相关的 整体的业绩表现 其实都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特别留意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 大概有一些普通看好的 这个普通看好 其实简单 他还是看好 但是我讲 他可能是机器人移术 像钢铁跟机械 因为实在太糟了 所以他对面预期 当然会比较乖乖一点 所以面板也摆脱产业 对 就是他们相对来讲 就觉得这他的情况就是今年了 好 刚刚我们提到在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被看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因为来自AI呢 是 这个其实我们讲 因为我们刚刚讲半导体 半导体 最连结最深的 就是像我讲 为什么那个挥打NVIDIA 它能够股价创新高 我讲市值都到1.2兆 这以前大家都没办法想象 甚至还有外资发报告说 未来最有可能就是 搞不好会走到股丸那个 所以我说挥打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重点就是什么 AI应用机 生成的被导入到人的生活 甚至这些产品的技术 那当然为什么需求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导入AI应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很重要是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的产品 有AI的时候 我可以卖得更好 卖得更多 很多人都想尝鲜 尝鲜的时候 我就希望什么 有AI的需求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它可以改善服务流程 第二块 改善服务流程就是 我可以让我的CCC更有效率 速度更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 从一开始完全没有导入 你发现到什么 很多开始已经有四成以上 已经有把AI初步导入 为什么他初步 为什么这个词的留意是因为什么 我初步导入的时候 我接下来是什么 开始就会买很多AI相关的产品 甚至是晶片 这些需求就出来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看好 我们看一下几家 我就举几两家 这个大概是我们在看很多的 这一些新创里面 比较有机会就像创新智慧这一家 它是国内的一家设计AI晶片 跟云端比较有关系 就云端智慧设备的这种AI晶片 你看手加切入7nm的制程 重点是什么 他去年的一个 在一个报告的评比 晶片能源效率全球排名第一 竟然比较回答还好 竟然比较回答 不相信 我跟你讲 这是他们自己实际的 这样的一个报告评估的结果 我说这很不得了 更不要讲 除了这个之外 AI切入到医疗之后 像这一家云象科技 它可以做什么 骨髓抹拼AI自动分辨性 可能这到底在讲什么 不知道 我可以简单跟你讲 他只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以前 他们基本上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常会照片子 片子通常都是人工这样去看 很累 用人工判断 而且常常会有一些失误 可能会有误差 对 他现在就是用AI 把它加进去 他可以怎么做 AI甚至会比人去看 还要更进去 他去训练 他大量的这些训练 他怎么样 他可能不见得 会往往前跟你讲 哪一片那个不好 他会 但至少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把高危险的族群 骗子先分出来 云象科技就在做这个 他把这些分析出来 你就先把这里面先找 我至少可以缩短时间 我至少可以提高 他的精准的判断的需求 我想这个是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说 你从AI 台湾这些新创AI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整体在新创 刚好我们自己 也做了这份调查结果 关不出来 我说台湾的新创未来 很值得期待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到 全球我们就讲一讲 这全球的一个 新创的一个募资的排名 你发现到什么 还有他的金额需求 你发现到什么 他一路基本上 从2021年之后 就开始一路往下走 但是我们自己做调查 在台湾的新创里面发现到 几乎都处在一个 相对比较水平的位置 我并没有跟着 全球的趋势走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我就讲 为什么我们说 对明年的景气 相对来讲也不那么悲观 是因为在这种AI 或者这种所谓的新创 整体的这些需求 慢慢在带动的情况之下 我就讲 明年的景气 可能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慢慢出来 所以不用太过悲观 刚刚无所长 但我们看到 这是来自于 在台经运的一个调查 那么在接下来的 这个半年的一个景气 其实对于半导体的部分 厂商是百分之百 都非常的看好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来自于在AI 我们说到半导体 在过去 大家都会想到 这个用水量 非常的惊人 围转一年的用水量 相当于2500个 奥运会规模的泳池 那么在水资源概念股 相关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了解 谢谢iji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